大家好,我是黄熙,9月22日我将会到波士顿上演我的个人中文脱口秀专场《水土不服》,我非常期待这次演出,因为波士顿是我最开始讲脱口秀的地方,而且也是美国少有的 有一个华人市长的一个城市,所以非常期待能够和大家在剧场里边一起开怀大笑,共度中秋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两家医院关闭,引担忧,吴市长对医疗服务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 涉嫌杀害女友并逃亡肯尼亚的男子被引渡回美国 Dorchester理发店枪击案致一死一伤,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 波士顿教师在合同过期后重返校园,特殊教育成谈判焦点 麻州两地接连发生宠物狗盗窃案,一只失窃犬已归家,两只幼犬仍下落不明 两家医院关闭,引担忧,吴市长对医疗服务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 在Steward Healthcare破产后,位于麻州Dorchester的Carney医院和Air的Nashoba Valley医疗中心 于上周六早晨7点正式关闭,引发员工和当地居民的担忧 波士顿市长吴米表示,他对找到解决方案仍抱有希望 由于没有能找到合适的买家,Steward被迫关闭这两家医院 麻州州长莫拉西里宣布,Steward在该州的五家医院将被其他公司收购 另有一家医院将通过征用由州政府接管 部分员工已经开始寻找新工作 而当地居民则担心其他医院急诊室将更加拥挤 9月4日破产案将9新的医院协议举行听证会 涉嫌杀害女友并逃亡肯尼亚的男子 一名涉嫌在波士顿杀害女友并逃亡肯尼亚的男子 凯文·堪格菲已被引渡回美国 去年11月,受害者的遗体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 一辆停放的汽车中被发现 嫌疑人随后立即逃亡肯尼亚 经过几个月的追捕于今年1月在内罗币一家夜店被捕 但在被关押期间成功逃脱 后于一周后再次被捕 上周日嫌疑人被引渡回美国 将在Safrk高等法院面临谋杀指控 美国和肯尼亚多方合作促成此次引渡 相关案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作案动机尚未公布 Dorchester理发店枪击案致一死一伤 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 昨天下午 波士顿Dorchester一家理发店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一名男子死亡 另一人受伤 波士顿警察局副局长保罗·麦克劳克林表示 警方于中午12点55分左右接到报警 赶到位于伊瑞街与Washington街交界处的理发店时 发现两名成年男子身受枪伤 两名受害者随即被送往附近医院 其中一人因伤重不治身亡 令人伤势不危及生命 初步调查显示 这似乎并非随机事件 麦克劳克林呼吁目击者 或持有相关视频的公众 联系波士顿警察局凶杀组 提供线索以协助调查 波士顿教师在合同过期后重返校园 特殊教育呈谈判焦点 波士顿教师将在本周四开学时 面临无合同工作的局面 此前他们的合同已于上周六到期 据报道 薪资和特殊教育是新合同谈判的主要分歧点 校委会希望将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留在普通教室 并要求教师持有多项教师资格证书 包括特殊教育 教师工会担忧 这可能导致教师承担过多职责 而这些工作本应由专职特殊教育人员或专家完成 市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市政府将继续与教师工会进行谈判 直至达成协议 波士顿学生的开学日为本周四 马州两地接连发生宠物狗盗窃案 一只失窃犬已归家 两只幼犬仍下落不明 近日 马州Milford和Bellyham两地发生了两起 针对名贵宠物犬的盗窃事件 上周一晚 Bellyham一户家庭的两只 微型美国斗牛犬幼犬被盗 嫌疑人为两名男子 这两只幼犬的总价值约为6000美元 随后一日晚 Milford发生了另一起宠物狗盗窃案 一只一岁半的母法斗犬从家中失踪 警方推测盗贼从后门进入 幸运的是这一只已被找回家 并且与家人团聚 目前警方正在继续调查这两起案件 但尚未确认两者是否有关联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11 计算机全美第12 商科全美第15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夹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